好 还要来看到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访美行程进入尾声 在美国时间26号 来到跟台北市递节姐妹市长达62年的休士顿 休士顿官方还特别把这一天定为了台湾日 柯文哲也认为说这次访美三大目标 认识美国 从美国回看台湾 还有介绍第三势力 成果是远远超出了预期 但是呢 座谈会之一的与会人 美国大学讲座教授叶耀元去吐槽说 柯文哲很喜欢喊口号 但是问题要怎么解决就推给蓝绿恶豆无法解答 今年台北市和休士顿递交姐妹市长达62周年 休士顿更特别把柯文哲到访的这一天定为台湾日 也让前市长相当感动 休士顿是台北最早的姐妹市 非常荣幸在两年后的今天可以亲日到休士顿来 访美行来到最后一天 柯文哲也细数成果 除了拜会前国务卿蓬佩欧 德州州长也与许多的参众议员 智库 美台商会和侨胞对话 走进遍及纽约 珀士顿 华盛顿等地 结果超乎语期 认识美国嘛 从美国再回看台湾 还有把我们台湾第三势力借到给美国 我想都有达到目的了 走出台湾提出新的两岸国际论述 不怕能获得更多认同 但厨房委员却有意外插曲 我觉得国民党对中国太过于顺从 民进党又完全不沟通 我觉得这也不对 25号晚间 柯文哲与休士顿台北姐妹会对谈 当下戏风热络 但与谈人 美国神陶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 事后却在脸书发长文 直指柯文哲很会阐述问题 但问他怎么解决 却甩锅是蓝绿恶斗 更批评柯批喜欢喊口号 代表的就是不懂政治人的想象 但柯办发言人陈志汉则反批 叶教授表现失格 双方赶上 柯文哲这趟访美席面试成果 留给选民大分数 这美国综合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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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